社會上對於青年為申請公屋而躺平的現象有不少討論 公屋聯會星期日公布了《香港青年住屋期望2024意見》調查 受訪者年齡介乎18至40歲 而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買樓置業相當重要 而導致躺平的主要原因 結果顯示有八成人認為私人樓宇售價脫離青年負擔能力 有六成人認為購買資助出售房屋的機會不足 有三成人會選擇申請公屋躺平 不過也有接近六成的青年就說不會 有傳聞說房委會會推出青年未來置業儲蓄計劃 不少受訪者都表示計劃吸引 不過除此之外 公屋聯會也希望政府可以推出首置免息貸款的先度計劃 提供一些適量名額 去協助一些首置人士去購買私人樓宇 至於居屋方面 公屋聯會建議增加一人申請者配額比例 在我們的調查結果中 其實都反映了不少受訪者 希望能夠購買居屋 也希望居屋作為日後的一個永久居所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的居屋配額 給我們的青年人去購買 在資助房屋的數量增加之下 其實政府能夠考慮適量地增加青年人的配額 去到不少兩成呢 以回應我們一些青年人他們購買 希望購買資助出售房屋的期望 對於有三成青年仍然考慮躺平 公屋聯會表示不考慮置業的人 只有百分之十二點八 相信只要樓價少於二百萬 那三成青年中仍然會有人考慮置業